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 GI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中级篇的指令详解3 使用例子来说明指令的用法,信赏代码指令,指令的一个简单总结 我们整个课程的题器学完了初级篇以后 我们讲解的是指令,介绍指令类置的指令和自定义指令 类置指令的很多,有很多 我们其中讲了一部分关于类置指令的一个简单的以NG打个头的一个实例 然后我们也展示了它的其用法 其实如果想学习,真正的想深入学习指令的话 还是建议看住官方的帮助文档 或者是它的一个提供的一些类置指令的说明 就是官网的一些文档 就是说大家都多去看 因为每个版本它有一有些有所改动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同学去自己去网上去看那些文档 然后再去写个实例 然后去使用它 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熟练的使用这些类置指令和自定义指令的一些用法 因为用好了指令以后 这个安格拉JS的核心功能力也就用了一半了 像那种数据绑定呢 都是这么来的 首先我们这节课 讲解释一下以前我们学过的东西 我们开始的时候讲过指令 我们讲过第一堂课或者是 在初几篇的时候 我们讲过的是数据保定 然后我们演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最初接触安格拉JS 我们对那个什么 NGAPP还不是很熟悉 我就是说没有开始没有说明它是什么作用 然后我们对它还是了解比较少的 我们在开始都是以实力 就是项目 我们看到这个项目觉得很好用 然后觉得很有意思 我们才会去动手去学习它 就会有一些动画 然后做出来东西很炫 就跟有的人玩游戏一样 那比如说雷电那些战机 那些游戏 做出来效果很酷 然后觉得要是我这样子做一个这种雷电的一种游戏 应该是不是很炫呢 就是觉得有自豪感 因为自己要是动手做一个游戏 或者是做一个网页出来 或者做一个webAPP出来 这样的话就有成就感 好我们回归到正题 我们学过作用域控制器 控制器 还有指令的简单介绍 我们讲过指令中传递数据 然后基础的NG属性指令 而且讲过NG的止作用域 然后它的一个定义 讲过 它的 类似指令的定义方法 就是使用方法 然后我们还 这样子我们先演示一下 这是我找的一个资料 它并不含不盖所有的NG打头的类似指令 其实我们做一般的项目 其实使用NG就是类似指令 NG打头的指令基本上够了 如果有的同学需要非常使用自己适合的指令的话 可以自己写一个声明 写一个自定义指令 但是我们这堂课就是 首先让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学过的哪些指令 这些if class 然后show style change chack copy focus mouse down mouse move 这些还有submit 像这种我们已经在前些前面的一些例子 讲过什么NG check 什么open read only select 这些 对了 这个地方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这 其实是要是经常维护的话 维护项目的整个性能 我们还是建议 我们使用这三个属性 把原生的HTML的 A标签和图片的地址 全部换成这种 因为他们 这 在项目中使用 大量使用这种属性 可以方便后期维护 所以说这个地方 也请大家注意 最好就是使用这种 但是你要是用不好 当然会把你自己坑到了 这个有利必有弊 有利必有弊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实例来 嗯 希望希望大家这种 构起那种非常 就是以实例看到 构起大家的一种学习的欲望 你看 好 你看 这个我们有什么变化 我们把它缩小 这样子可能看到变化 我们注意一下 这是根据 这是根据行来变的 我们每一行 这是根据列来变化 你看右边的那个列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我们学习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一些 什么区域选择 然后可以使用这种样式 我们可以很方便 如果点击了它 我们就会给改变样式 在项目中还是比较实用的 其实它的弹板量其实很少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整页没有什么代码 这个我们把它写到这个里面来 没有声明一个GS专门去装它 我们来讲解一下 首先使用webapp 来声明它的ngapp的作用域 你看 然后 它就是一个default control 因为这个control 就是声明它的一个作用域 你看 这个方法的作用域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它声明的一个属性 然后to do s把它fault循环出来了 就是ngrepeat 你看 我们这个地方是把to do s 这种传上的方式 我们这个地方 就给它演示了一下 这个数据是通过这个属性来 scope传递过来的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循环以后 这是它读取它的属性 这个跟MVC里面很多语言相像 所以说这个比较易懂 然后这个class是一个变量 我们可以这样子交换它的数据 这个是它的样式 这个样式来源是我们就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个UI 你看 这个是它是对table的一个定义的一组样式 这个可以去网上下 非常好用 但是有些人喜欢用boardstrap也可以 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里面的样式就要根据你的习惯去定义了 因为我用的话经常是用这种 然后 这个地方是给它的样式的定义 这是它的变量 我们来可以进行传它的一个参数 这个很容易理解 其实它的一些内置的定义的方法也是这样子 内置的定义的方法也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需要大家去习惯的去使用它 然后还有一些例子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一边是数据 然后我这里有个按钮去点提交它 这边就更新 但是这些例子都是可以进行刷新的 然后通过Agla JS来实现 所以说这个网上有很多例子 也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一下 这一些功能可以大大提高程序的前端运行效率 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选好这个指令这一刻 本集课就到此结束 感谢 非常感谢收看 谢谢 再见 然后